欢迎回来热线追踪 今年来中国大陆不断的在航空还有航太事业上面展现他们的雄心壮志 就在11月3号凌晨 中国大陆的神舟8号飞船跟太空实验室天宫1号第一次成功对接 这代表大陆朝建立载人太空站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继美国跟俄罗斯之后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太空对接技术的国家 而随着大陆航太技术的发展 幽浮造访大陆的传闻也越来越多了 最近包括在新疆还有上海都有目击者说 他们看到了闪烁灯光的不明飞行物体 有人解读说这是外星人在搜集勤资 想来探索这个已经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强权的国家 甚至决定是不是要优先的跟中国大陆来打交道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类似过美国罗斯威尔 疑似是幽浮坠毁的离奇事件 到底是真是假呢 外星人闯入地球和人类打交道 会声会影的电影情节 加深了大家对外星人的想象 我把我的人都处理我 所以你能够冷静 不要 我把我的脑袋剪掉 究竟有没有外星人甚至是外星生命的存在 更是科学家和外星人研究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好像是地球的黑中心 但是成功不一样 我有一小片灰填的水平 所以我认为它其实灰填这个水平是真的 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东西跟外星人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文明 他做的飞行器来到地球或月球 有关 没有 没有任何证据 1947年7月4日 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 传言发生一起飞碟坠毁外星人死亡事件 在距离罗斯威尔西北方120公里的农场主人布莱索 发现许多特殊对折 却可以反复原状的金属碎片 轰动一时 他拿了这个稀脖子对不对 那那个 这是包巧克力的籽嘛 没有什么东西对不对 一张包巧克力籽 可是他想我给你看的东西 是一个具有高度延展性的合金 你说是巧克力的包巧克力的石 他就很不爽了 表示你完全把我的话曲折了 所以他当然不太高兴 但他又不敢讲得出来 就是金属片都是我还看过 我在美国还看过 那个压起来 然后手一松掉 会整个在弹出来 而且它是金属 它是金属 如最合是真的 隔了四天 又有土木工程师 在农场西边五公里的荒地上 发现一架直径约 九米金属碟形物的残骸 里头还有几个体型非常瘦小 没有毛发 大头大眼小嘴巴的不明生物 美军获讯随即进驻 并封锁现场 这些碎片呢 美国全部没有公开 同时听说 我是听说 听说有外星人 小小的人 被移到空军基地去 美国政府又编了一本这么厚的 我还有叫做 Rodwell的白皮书 美国政府不可能 为了一个假的跳伞事件 跟假人的研究事件 然后编了一本这么厚的白皮书 我认识是越毛越黑了 美国政府一开始承认 发现飞碟 后来又说坠毁的是气象观测气球 接着改口说是核爆侦测器 最后又变成降落散测试 UFO有没有造访罗斯威尔 不说迷离 真假难分 CRISO CROSO一个上教 是美国等于CIFBI专门做情报 他就出来 事之前他就承认 他曾经参与过这个事情 美国曾经抓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美国很多高科技 跟这个都有关系 如果你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跌撞飞行器 是人类自己开发的下一代的飞行器的话 我听起来是合理的 我们开放在上面一点转 开发下一个飞行器就是跌撞 又流险 但地球上也还可以做 所以有可能 这个可能性远远大于 它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最后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今年在网站公开的 1950年罗斯威尔事件备忘录上头 清楚写出 在新墨西哥州发现三具飞碟 里面各有三具 类似人形的遗体 身高只有三英尺 相当于90公分 都穿着材质精细的金属装 每具尸体都被固定着 类似试飞员所穿的 抗加速服 白纸黑字证明了 当时引起轰动的飞碟事件 很有可能是真的 FBI被忘录曝光 揭露美国吉利掩盖的真相 解开外星人之谜 似乎又迈进一步 不过事后不少外星人 解剖的画面被证明是作假 罗斯威尔UFO造访事件 信与不信的两方 各指己见 炒不出结果 而在中国的青藏高原 巴延克拉山 也出现了一次 罗斯威尔幽浮造访事件 1938年 一支考古队 在玉世隔绝的 巴延克拉山脉山洞中 发现700多片直径30厘米 中间有一个手指大小的 洞螺旋的凹槽 从中心延伸到边缘的 不明石碟 踩地质嘛 对不对 突然发现了山洞 这个山洞里面 有716片 石碟 然后这个地方有磕痕 这个里面有很奇怪的 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从天上来的人 他把他的知识 把他所知道的一切 还有他生活 把它记录起来 换他记录起来的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杜立巴石碟 杜立巴石碟 引起了苏联科学家 检验石碟成分的研究兴趣 当科学家将石碟 放置在一个可旋转的装置 试图播放它们的时候 检验设备竟然发出剧烈震动 更增添了石碟的神秘感 这个石碟曾经拿到输入去做实验 发现给它不同的频率进去的时候 它会产生不同的浪漫会有震荡 就是说你给它一个输入 它会有输出 这很怪一个现象 后来西方的科学家 尝试用电池 也就是用唱片唱针的方法 去阅读的时候 他发现 杜立巴石碟可能是一种记忆的记忆体 那以我们的概念最接近的话 它最像的就是硬碟或者是光碟 科学家在发现 在用电池波去读这个东西的时候 发现它会产生电池的扰动 也就是说它里面是有磁源 它是有单位源的 它是有记忆体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科学家 有一些科学家相信杜立巴石碟 是外星人的记忆体 有研究者更言之作作 认为石碟是杜立巴外星人的信号装置 机密解读石碟上讯息 当时科学家就认为 杜立巴外星人确实有来访地球 他发现说 里面写的就是说 他们是从外星球来的飞船 飞船的人 最后在这个地面上回不去了 所以住下来 跟当地人通婚了 后来就住在地球上 所以长得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比较小 有传言杜立巴外星人 是因为幽浮故障 所以迫降地球 而迫居于巴盐克拉山脉山洞中 是因为和当地的居民心生嫌隙 从这个密码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杜立巴这个种族 大概在一万两千年 它有一部分的人来到地球 但是因为他们的载具 太空船 坏掉 失灵 就是迫降在巴盐克拉山山上 跟他们的 跟我们原来的土族 原住民 碰上 但是一开始 还能够和平相处 但是有这么一段实践以后 突然发现这里面 好像有点问题 就发生纠纷 发生纠纷 这些杜立巴种族的人 就被很多杀掉了 杀掉了以后 他们就自己很自闭 就在一个山洞里面躲起来 不跟外面接触 传说中的杜立巴人 生活样貌只能靠后人揣测 但当时的考古团队 却在山洞意外发现 一列排列整齐的不明尸体 又让外星人 可能造访地球的故事 增添了话题性 齐福泰这个研究学者 他发现这山洞的时候 是发现一排很整齐的 个子很小的尸体 排成一排 在那个山洞里面 结果 他的一个学生就说 这个是不是猴子 是不是猴子 结果 他的这个老师 齐福泰就说 猴子 死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同胞 排成一列放在这里 表示他有思考 他有能力 然后才发现失联 杜立巴人究竟存不存在 没有人能下一个肯定结论 但1978年 有位英国探险家 自称探访过海拔6000公尺 人言罕至 只有一条公路 可以到达的围朗村 村子里头 住着杜立巴人的后裔 相貌与传说中的外星人 普遍吻合 我不能够很肯定的回答 可是按照这个历史的依据来讲 应该是有部分的通婚 才可以翻衍他们的种族 杜立巴十碟 是不是外星人 在地球留下的蛛丝马迹 后人津津乐道 在中国的青海 德令哈柴达木盆地 更有着类似麦田圈的超大巨石堆 白宫山下还有一个神秘的洞穴 散落着各种神秘金属铁管 让许多幽浮迷相信 外星人就曾经住在这里 实际时代的原始人 他不会做这样很工整的圆管 铁管 插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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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石层 也练出来 做成管子的东西 一定是有一定的高 高科技的程度了 他的科技水准 譬如说练 练金 练这个练钢的水准 然后什么 一定有达到一个程度 才有办法做 所以说 可能真的就是说 那是不晓什么时候 来到地球外星人的遗迹 为什么在峭壁上面 会有这种 一根一根的 这个 这个金属管 而这个金属管呢 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 根本没有炼制铁的技术 怎么会有管子 一支附着在上面 这是一个名 但是是谁 创造的 是谁做的 我们不清楚 风化的铁纸管状口 散布在白宫山山体的表面上 砂石的岩层上 有一串神秘莫测的符号 和未解的字母 又黑的岩洞上的壁画 外星迷身性幽浮 就曾经在这海拔最高的世界 屋极降落 但天文科学家 却有不同的解读 一个碟状形状的一个坑 会不会是外星人 飞碟最毁的呢 这是一个很耸动的新闻 还是一样 没有证据 而且不需要 如果是 我说了 这是天大的事情 中国人或是这几个科学家 不应该 就它几个小组 让这件事情轰隆过去了 大家买票来看 有啊 外星人遗址 对不对 还有这个地名 就花几百块钱进去看一看 不应该指到这个层面 青海的外星人遗址 可信度众说纷纭 1982年 中国对四川的三星堆遗址 进行开挖 意外挖出和华夏文明 不太相同的八属遗迹 外星人研究专家又推测 当时的三星堆人 可能和外星人 有第三类接触 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一些小绿人外星人 头大大的 眼睛很大 三角形的很像 我们只能用这样来想说 或许可能 那里三星堆的文明呢 就是古代 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到地球的 外星人的这个族群 它的相貌很奇怪 第一个这个眼睛 眼球就凸出来叫重目 那个重很的重 耳垂很长 脸是拉长形 眼睛很大 那个整个眼眶 但是身体到下面 是直筒状的 但是我们认为 它跟外星人可能有点关系 因为那个人的造型 不是人的样子 三星堆铜人 高鼻深目 全面眼睛突出 阔嘴大耳 耳朵上还有耳洞 的确和外星人模样 有点相似 但有些考古学家 却撇清外星人传说 直指三星堆人长相 和当时的生活条件有关 历史学的考古学家 他们认为就是说 因为当时巴蜀的人缺点 就是没有那种点 所以他们在当地的 像自贡盐田 这些产出来的盐巴 他们在使用的时候 因为长期缺乏点 这种矿物质 所以他们的眼睛 是突出来的 中国的外星人 传说盛宵尘上 日前Google卫星空拍图中 又在大陆新疆 及甘肃交界的 戈壁沙漠中 拍出长约1.6公里 宽0.9公里的 不明结构体 类似的方格体 有网友就揣测 这和美国内华达州 神秘的51区 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不定会有幽浮出现 网路最近还出现一张疑似外星人照片 深绿色的身体包覆在塑胶套里 身体长度大约60公分 还能明显看出眼睛以及嘴巴 甚至还有一条细细长长的双手 一名俄罗斯女子兼称 这是她两年前 在飞碟坠毁的地方 捡到外星人遗体 并在冰箱长达两年 我现在有个特征是说 她的头很大 但是事实来讲 她手不会那么长 因为她那个手脚 已经那个比例已经超长 应该不像 浩瀚宇宙 很多神秘难解的谜团 科学家卖力找出证据 相信眼见为凭 从美国的罗斯威尔 到中国的杜利巴识碟事件 外星人究竟存不存在 依旧留给外界 很大的想象讨论空间